老师鸿海广达法说会大力多坚确实走 如果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哪些关键我们需要留意啊 因为最主要原因 他们跌破多方防守价 还有OTC指数转弱 到底什么时候转强呢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方云 让我们欢迎华信投股总经理 谢文恩分析师老师好 大家好 老师外资大逃杀这都是提款了千亿 那现在究竟哪些需要留意 哪些关键价位我们需要知道呢 好的 那么其实呢 这一个礼拜呢 我讲坦白的 就很多投资朋友的角度 应该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沮丧 因为呢 外资的大逃杀 导致于上跪指数的下跌 那上跪指数你也知道 它是很多投资朋友 赖以为生的中小型的股票 结果呢 很多中小型的股票呢 光这一个礼拜跌到一个爆炸 有的连续吃了五根的黑K棒 他快吓死了 那基本上呢 我还是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认知 每天你可以不断的拆行情 赌行情 就好像呢 在美国选举之前 大家告诉你 如果川普当选 完蛋了 全世界要倒了 结果没想到川普当选之后呢 你看到美国期货 你看到台子期货 都出现连续性的一个所谓拉台 可是进入这一个礼拜 为什么外资会大幅度提款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非常简单的证据 在11月11号也就是双11的那一天 大家跟你讲说 哇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第四季 还有明年第一季的做梦行情 可是我还是老话一句 你们真的看太远了 每天的行情 我之前跟大家包括 你每天都要不断的摸着石头过河 就在这一个礼拜一的时候 我斩钉绝对跟大家预告 我说大盘主力心态 它是有多转空 那既然有多转空的话 外资它本来就开始卖嘛 可是很有趣哦 昨天的PM盘 它是上下震荡 波动超级无敌激烈的 甚至今天的日盘也是一模一样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 总算看到主力心态 它是从绿色变成红色 那绿色变成红色 是一个标标准准 完全的止跌讯号 首先我们一定要回过来看一下 Vidavia Index 那讲到Vidavia Index之前的话 我想现在大家应该开始 有一个knowledge 有一个认知了 大盘你真的拜托大家 你把它摆中间 你过去你在股票市场上面的操作 我当然知道了 一般投股老师 当然很多是看都说故事 比如说现在每一个人都在跟你讲 BBU的相关概念股 所谓的BBU概念股就是 Battery Backout Unit 可是问题重点 你其他的股票出现严重的套牢 我请问各位 你可以买几张顺达 一张 那你干嘛 你的资产里面其他全部套牢 一张顺达有什么用 那我问你 为什么你的资产会严重套牢 因为很简单 我举个例子 等于说礼拜一大盘主力新太空 所以导致于不管包括Fedavia Index 包括OTC指数 全部跌破多方防守价 那跌破多方防守价之后 我们之前也教过大家了 我说多头格局 我只看多方防守 多方防守跌破 瞬间由多头转为一个空头 那同样当它进入空头格局 我当然只看空方的夜随防守价 所以不管包括备办指数的5107 所以包括上柜指数的259.6张 它要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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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个标标准准 完全止跌讯号 好 第一件事情 基本上你们看我节目 看了这么样的久 在9月12号的时候 我就很清楚的跟大家报告 我是去买237的鸿海 买在172 等于说我的做法 跟大家比较不一样在哪里 你现在股票市场上面操作 我举个例子好了 很多人这一波 可能美债从短线的投资 变成长线的投资 因为套牢就是拨断 那问题重点 如果你美债不断的加码摊 你本来只会输50万而已 到现在输了好几百万 可是我的做法很简单 我们鸿海从172 175 176 186.5 甚至包括211块钱 我都在买2317的鸿海 甚至于 就来到218 我之前不都讲 218的时候 我们先卖 那卖完之后 昨天210又接回来 是 老师 做这么短 没有再看更短的 好 来 昨天11月14号 我们的投标 因为昨天最大的消息 就是鸿海跟广达法说会 对 我在法说会之前 我说鸿海若有利多 等于股价利空 屌吧 厉害吧 结果今天鸿海 有没有开高走低 而且这件事情 我在昨天盘中连线 我就讲了 就讲过了 昨天更好笑 昨天非凡主播更好笑 他竟然把鸿海法说会 讲成鸿海法会 我还问他说 我后来司机他说 你怎么可以讲法会 他说口滑掉了 结果你看 昨天我们就跟你预告了 开高的走低 开高的走低 真的把揮 真的把揮 没有 等于说法说会很好 广达也非常非常的好 技嘉也非常非常好 结果今天就只有鸿海开高走低 其他直接跳水 其他更惨 更惨了 直接跳水 同样的 红准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没有卖 红准我们没有卖 等于说红准 他算是这一波 唯一没有跌破多方防守价的 对所以说这是为什么你看 昨天我们红海红准 我们都还在买 可是红准没有成交 红海昨天我们是利用击杀 你要学下来 你不要一直追股 不要拍鬼片 利用击杀买进 只有谈到213.5 我又冲掉了 我当可以今天卖 可以今天还卖更高 可以不用 因为我昨天已经预期了 红海若有利多 等于P P不是3P的P 不是颗P的P P等于price的利空 这样够简单的 好 那你说接下来这些股票 到底该怎么看呢 来你把这张图 麻烦帮我截图一下 基本上目前 大概就只有2354的红准 它在月线观价之上 然后那个323的伪创 在116.5附近 那只要在月线观价之下的股票 我建议大家 有反弹到月线观价 麻烦站在调节的卖方 因为这一波 从小型股的病毒 好像开始衍生到 大型股的一个所谓股票 除非费半指数 还有OTC指数 收盘大于空方防守价 没有收盘大于空方价之前 我建议大家 还是多看扫作 好 感谢今天精彩的分享 如果你有没有想错过最及时的资讯 就一定要加入老师的 赖跟Teremon喔 那财经急诊室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祝祝理财周刊24周年庆 李州TV观众独享 拨打电话027725 1393 立即获得最新一期理财周刊 想先掌握最新理财资讯 下旬专线 027725 1393 027725 1393 哈喽大家好 我下旬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